香港有超过90柱石刻 除了古代石刻的几何图案之外 其他石刻主要是文字 究竟这些文字的欣赏价值又高不高呢? 来到石刻林立的李渔门 等书画家陈易航跟你讲解一下啦 天后宫附近有10块石刻 多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刻 最出名的就是属于书法家勾建工的这一块 生前他常常帮店铺写招牌 演艺碑字体现清 属于楷书的一种 石刻的师傅跟他原有的字真的差很远 这个你用书法体系 美感强不强烈呢? 不够强烈 够石的问题 出来只有人就没有了魂 书法真迹就真的写完 出来的线条就看到书法家 和文人的行仰 那个力度的提案 我们完全看得完 黑了在碑里 只有一个形 他反而喜欢旁边的这一块 行铁书石刻 他反而出来很圆润 有点味道 好像瘦字 有点草书 出来的感觉 整个整体会很好 种多石刻字体中 而行书和铁书比较多 因为易于变毒 其他好像草书那样就少些了 写草书这些情况 因为黑碑那些都很辛苦 这些黑碑就会比较会 出来壮重和容易 因为很多黑碑的人 多数都是没有文化的 好像这些个字 这个位置突然就长出来 这些有时就是黑碑的人 做字 做多了出来 虽然书法上远不及增迹 但他都觉得这些石刻有欣赏价值 欣赏的角度只可以另一个看 这四个字就是海角潮音 感觉这是环境 表达这个优美 赞颂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有什么感受